哈囉,大家好,我是巧克白 今天呢,我想要來想想看 我們的附模式到底要用怎麼樣的機制比較好 這邊是我剛才開的一個平地世界 以後可能會當作實驗室吧 有什麼紅石就來這裡先試試看 那...我想想看喔 有一種附模式啊 它是Chison Head 大頭起司製作的 它的那個idea應該是我目前看過最好的了 它的方式是用四個控制桿 就可以控制所有十五種書櫃組合 然後它的原理啊,就是這四隻控制桿 分別控制著一、二、四、八 四隻控制桿分別控制著一個、兩個、四個以及八個書櫃 然後用這四個數字就可以組出所有 1到15中所有的數字 比如說... 呃...我們現在要... 要...五個書櫃好了 就是2加...呃...就是1加4 這樣就有五個了 真的還蠻厲害的耶,我覺得超有創意的 那我今天想要做的呢... 其實不知道做不做得出來耶 做不出來就剪掉好了 我想要用一隻控制桿 然後...呃... 它打開的時間長度來決定書櫃的數量 唉...會不會...這個會不會太艱困啊 會不會太艱巨了這個任務 那...我目前想到的是用循環活塞啦 不過我一想到...的下一秒鐘 我就把它否決掉了 因為這真的太...太蠢啦 所以呢...我現在想到的是... 可能要用...呃...這個嘛...中繼器 中...呃...我想一下喔 然後...我們先這樣假設一下好了 我先用5個訊號來...假設一下 5個訊號 然後時間長度不同 所以...假設先這樣 4...5... 然後...1個...3個... 這裡要5個Tick 7個... 欸...不對...OK 這邊要...9個Tick 好像太長了耶 放這好了 那...這樣的話... 可是這樣不行耶 打開再關起來...訊號就過去啦 對啊...這樣沒有辦法終止 第二個...應該要在...第一個...有通訊號的情況下才可以亮 然後...第三個...也是要在...喔...以此類推啦 第三個也是要在第二個...有訊號的狀態下才可以有訊號 如果第二個...的訊號被我終止了 後面自然就不會亮 所以這樣不行 3...4...5...6...7...8...9... 我覺得這些訊號應該要串在一起才對 這樣才有辦法終止 那... 這樣... 欸...我在幹嘛... 這裡好像不用放 然後呢... 當訊號打開的時候... 這個...訊號要這樣...咻...一連串的過去 欸...欸...好像可以耶...就這樣啊... 然後...到馬打開的時候訊號就要傳過去... 也就是說...這樣...這樣... 所以...每個...啊...我先把Tick數都拉到最大好了 如果...太長或太短的話我們再修改 我先試驗一下喔... 它會把這個充能...所以這裡就有訊號 然後就會延伸過去 所以...我們來做一下實驗吧 在這裡放一個紅石火把 喔...有電有電有電...很好很好 我們把它打開...3...4...5... 喔...非常好非常好...可以耶... 關掉...喔...可以耶... Good...這樣太好了太好了... 欸...比我想像中的容易耶... 那...我現在只要把這些訊號...消失掉... 它就會...呃... 欸...那我把這個... 把這個打掉就好啦... 喔...Good...太好了... 好...那我這裡就做訊號輸出啦... 比我想像中的容易一點呢... 這樣好了... 欸...不對... 放錯地方了...充能點是這裡... 所以應該在這... 5個訊號輸出...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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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這邊呢...我先放...我放幾個書櫃來...假設一下就好... 做一下實驗...模擬一下... 嘿...然後上面放個書櫃... 這樣...這樣...這樣... OK... 那...這樣應該就可以了吧...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紅石火把... 欸...那我reset的話...喔...如果我重置的話... 我就在這裡放一個按...放一個按鈕就好啦... 它就會熄滅嘛... 喔...好耶... 好...那我們來試試看... 我現在要...呃...要...要幾個書櫃啊... 要三級好了...1...2...3... 所以亮到這裡...後面兩個都不要亮... 就是...9個書櫃吧... 開到9個...關掉... 喔...成功了... 唉...還蠻容易的嘛... 嗯...好喔...還不錯... 不過那個... 剃個樹好像太長了耶... 我們有空再把它縮短... 而且現在還沒有很多耶... 比較麻煩的應該是... 那個...這個訊號輸出點... 接到我們真實書櫃那裡... 嗯...我看一下喔... 因為我們的書櫃...擺得很...很緊密嘛... 看一下喔... 這裡是附魔台的地板... 那我們的書櫃其實是排成... 這個樣子的... 醬...醬...醬... 像... 對...就像這樣...其實還蠻擁擠的耶... 而且這裡是16個書櫃... 所以在第5集...第5個訊號... 欸...晚上了... 等我一下喔... 好... 所以在第5個訊號... 我要控制4個書櫃... 然後... 嗯...書櫃很擁擠... 所以這個線要牽過來... 啊...那到時候再說啦...到時候再思考... 反正我們最重要的問題解決啦... 那應該就...OK了... 好...那我要reset的話我就按它... 喔...可以耶...OKOK...那... 那就解決啦... 所以...如果我要全滿的話就是開到底... 然後關掉...就進去附魔... 然後附完魔出來的時候... 記得reset一下... 其實滿麻煩的耶... 比想像中的還要麻煩...因為要reset... 啊...就是要有兩個開關啦... 有沒有辦法用一個開關... 就用這個控制感... 去reset它... 理想狀態應該要是開著... 然後關掉... 然後就... 進去附魔... 對吧... 那... 附完魔出來... 我就再按一次... 它就會reset... 對啊...再開一次的時候它就會reset這樣... 喔喔...就會回復到... 原始狀態... 一個開關我就要控制... 書櫃數量和reset... 奇怪...這樣應該很好解決啦... 可是怎麼現在突然想不到... 欸...可以耶...可以耶... 我們做個短訊號就好啦... 等一下喔... 做一個... 啊...我們先暫時不要管那個... 線路體積的問題了... 那個... 線路縮減以後再說... 我們先... 把idea解決一下... 這樣... 然後這裡做一個... 日段式的那種短訊號... 唉唷...先關掉啦... 欸...這個時候就沒有reset...為什麼... 等一下...再一次... 喔...有了有了... 嚇我一跳... 我剛剛沒按到嗎... 奇怪... 在這裡做一個短訊號... 活塞要放... 呃...我看一下喔... 它是有方向性的耶... 這邊嗎... 嗯...好像不對... 這邊才對... 好...像這樣... 我們... 呃... 來測試一下好了... 呃... 它是有推出去啦... 可是好像影響到其他東西了... 我們... 呃... 先把這些... 拿掉好了... 不要影響到... 好...這樣應該可以... 好啦... 所以呢...如果它有訊號的話... 這個... 喔...有啦有啦...它有被推出來... 我在這裡放一個訊號的話... 這個短訊號會把這個... 就什麼... 這個方塊... 這個羊毛... 推到這個位置... 然後... 呃... 來不及收回去... 就沒有收回去嘛... 所以第二次訊號才會把它黏回去... 像這樣... 第一次訊號... 推出來... 然後... 第二次訊號把它黏回去... 第二次訊號把它黏回去... 欸... 那這樣就可以啦... 所以當我第一次訊號打開的時候... 它要把... 呃... 它要推出的是一個... 紅石磚... 然後... 訊號從這裡開始... 欸... 我怎麼要打掉啦... 啊... 算了啦... 訊號從這裡開始... 欸... 哇... 這樣不行... 這樣...方向不對... 沒有紙進去... 等一下喔... 我... 從這裡好了... 這樣... 等一下... 我沒有辦法接受草地那個洞... OK... 訊號從這裡過來... 欸... 這樣好像不行耶... 因為它被推過來的時候火把就熄滅了... 所以一開始應該要在這裡... 欸... 好像可以喔... 又覺得可以了耶... 哈哈哈... 嗯... 讓我猜測一下... 呃... 當我第一次打開這個開關的時候火塞會升起來... 然後... 這個同時呢... 呃... 這個... 紅石磚會被吸回來... 然後火把就會亮起來... 然後就會開始輸出訊號... 那...當我關掉的時候就是關掉啊... 當我第二次打開的時候... 這個會被吸回來... 欸... 喔不對... 這個會被推出去... 然後... 紅手把就會熄滅... 然後就會reset... 喔...好像可以喔... 我們來... 試試看... 打開... 喔...關掉... 喔...可以可以可以... 那這樣就是... 嗯...好... 那我第二次打開的時候... 就會reset... 喔...可以耶... 嗯...好...那還OK嘛... 那就這樣吧... 那...那個... 電路精簡的部分... 就以後再說吧... 我們現在就是要先把附模式塞到底下... 不過... 暫時應該先這樣啦... 不過這個... 這個短訊號沒道理裝這... 應該會裝這個區域吧... 欸等一下...這樣有個問題耶... 就是假設如果我現在要12個書櫃... 也就是開到第四集訊號的話... 我只要沒中我就要重來耶... 對...現在就中了嘛... 那如果我不小心開過頭的話... 就開到第五格的話... 我在按的時候它是會reset... 所以等於是我要再用一次... 其實還蠻麻煩的耶... 不管啦... 我們就先把它塞到地底下吧... OK... 這裡就是我們的附模式啦... 我已經先挖開了... 那這一集因為思考時間已經用了非常長了... 所以應該會大量的... 嗯...剪接... 呵呵... 好...我來思考一下... 怎麼放啊... 啊...不管啦... 正中央... 這裡...3...2...1... 好...就是這... 超光速... 我... 不想花太多時間思考了... 要不要把... 把活塞埋到地底下啊... 啊...不要好啦... 反正就先這樣... 4... 5... 然後... 嗯... 我用這麼多顏色的羊毛啊... 就是因為... 每一個線路... 我都想要分開... 這樣我...以後... 才不會搞錯... OK... 那來測試一下吧... 應該要推上去... OK... 訊號有傳過去... 那我先把它打掉... 它應該不會縮回來... OKOK... 那這裡reset的話打掉... OK... 好...那到目前為止都跟剛剛一樣... 那我們現在就來... 把其他活塞放一放吧... OK... 那我的第一個... 訊號輸出... 我要用白色... 然後就連接到白色這個... 所以... 我分顏色... 就是為了要這樣子... 比較好... 比較好作業... 好... 那... 紅石... 1... 2... 好... 要連到這... 欸... 我這活塞還沒放耶... 好的... 快速放完啦... 那我現在要把白色輸入到這邊... 那這個輸入的方式呢... 因為我不想要訊號延遲太多... 所以... 我不打算用太多的... 那個... 中繼器... 或者是那個啊... NutGate... 可是不用一定不行... 因為有些訊號... 距離很遠... 所以其他訊號一定會用到中繼器... 所以我要同意一下... 就是... 每個... 我都用2Tick... 2Tick應該夠吧... 好... 那應該就... 這裡... 那對... 這個方塊... 充能... 兩邊... 嗯... 這樣不行耶... 好像要... 每個都要獨立充能... 好啦... 那就每個都獨立充能啦... 這樣... 我現在幾乎沒辦法思考耶... 我覺得我可能正在用很蠢的方式接這個線... 呵呵呵... 哎呀...以後再整理啦... 先接了再說... 所以這裡... 中繼器... 這樣... 然後把它接起來... OK...所以白色這裡有一個Tick... 那...第二級訊號我用... 用紅色... 紅色的話... 這樣... 哇...幾乎是相撞耶...我要去這邊耶... 只好請你讓開了... 好...那我決定... 這個紅色線我要這樣走... 走來這邊... 然後在這裡做一個交叉... 然後到這邊上去... 然後... 我說很蠢的原因就是這個啦... 我要把訊號拉得很高... 因為如果這裡用中繼器充能的話... 中繼器一進去... 它就會對這個充能... 所以這裡就會有訊號... 紅色就會把訊號傳給白色... 這樣不行... 所以... 蠢的事情要來囉... 準備要發生囉... 就是這樣... 呵呵... 拉得超高的... 欸...這樣好像不對耶... 繞過它... 好... 那這邊啊... 我要讓這個紅色線... 這樣子過去... 可是不能... 就是它會串在一起嘛... 我們不能影響到白色... 所以呢... 我在這裡... 用中繼器的充能... 把這裡挖開... 然後在這裡啊... 放一個中繼器... 中繼器就會對... 呃...這樣充能... 那白色就會... 就會有訊號嘛... 所以我們這裡也換成中繼器... 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 呃... 中繼器會對這個方塊充能嘛... 可是中繼器... 本身它... 有方向性... 它只會認從後面來的訊號... 所以從下面的訊號它不會認... 好... 那因為白色被充能了嘛... 所以這裡... 是可以輸出訊號的... 這樣... 所以它們就可以交叉而不影響... 好... 所以第二個訊號就搞定啦... 第三個訊號我用... 灰色嗎? 對...深灰色... 第三個訊號... 這裡... 啊...草燒就把活塞埋地底下了啦... 這樣就不用拉這麼高了... 喔... 東西好亂喔... 在這兒... 啊...我要用一樣純純的方法了... 醬醬醬... 欸...好像可以不一樣... 好啦...其實還是一樣... 醬...到這邊... OK...那這裡我也要放中繼器... 也是兩個Tick... 那會不會這兩條線會不會不夠呢... 線路空間會不會不夠寬呢... 答案是不會的... 因為這兩條線都在上面... 所以它們可以直接走上空... 所以第四個訊號我看一下喔... 沒有什麼顏色啊... 喔...淺灰色... 所以我們第四個訊號就走這兒吧...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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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便當作樓梯... 一二三... 四... 五... 就是你了... 我們從...這裡... 這邊... 然後接一接... OK... 那這裡也要放一個中繼器... 然後也是兩Tick... 好啦...那最後一個就是那個黃色訊號啦... 黃色喔... 這個黃色... 我打算... 怎麼處理呢... 嗯... 我要... 直接把它往上走... 然後從這裡做一個分支... 直接從這裡這樣... 咻... 穿過去... 所以... 像...這樣... 充能... 好...那我直接走這兒... 耶...可是我上不去... 這樣... 然後直接往上走... OK... 好像不用兩個Tick耶... 應該是一個Tick就可以了... 嗯... 放一下... 喔... 欸...那裡好像... 好...算了...沒關係... 反正等一下它會被推掉... 好...那我們現在要... 嗯... 從這裡... 直接穿越過來... 我想想喔... 要怎麼放啊... 喔... 卡到了... 低一點... 低一點... 可是在低的話就會把別的線路切斷耶... 要走旁邊了... 嗯... 再低一個... 這樣... 唉唷... 這樣過來... 然後就可以直接往上啦... 欸...其實我以為會很難接耶... 結果... 其實不會嘛... 好... 啊...應該是我空間挖很大啦... 所以線很好走... 這樣過來... 這裡放一個... 中繼器... 好... 好啦...那我們先接完大概講這樣囉... 然後我現在再把... 開關和reset鍵把它放好... 這個是... 那個reset鍵... 所以reset鍵按下去的話它會接到... 接到那個... 這個... 中繼器前面有一個紅石火把... 它會... 嗯...它就接到這裡... 所以當我按下去的時候它就會熄滅... 它就會像在實驗室裡面那樣... 就是會熄滅... 然後就會全部reset... 好... 那這個... 這就是我的開關啦... 我開關我用黃色... 然後連下去... 所以連接到剛才... 一連串活塞的開頭那裡... 如果我今天只要九個書櫃... 喔... 我在排書櫃順序的時候... 我有以... 對稱為... 呃... 為出發點啦... 所以如果我要三級訊號的話... 九個書櫃... 就會像這樣... 所以這九個就會生出來... 然後上面的就會塑在牆壁裡... 到時候裝潢起來... 就會看到它的牆壁裡啦... 這樣... OK... 那我們今天就... 這樣就完成了吧... 裝潢我們現在即使再說吧... 我們現在把它關掉... 然後reset... 那就會全部回去啦... Good! 好啦... 那今天我想做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 這個... 黏土... 我們從河裡挖起來的黏土... 然後把它燒一燒... OK...它就會燒成紅磚啦... 那我們... 我想要來做這個... YAY... 花盆... 我要做兩個... 所以呢... 沒錯... 跟你們想的一樣... 今天又要用溫馨來做結束... 呵呵呵... 我要拿什麼... 喔... 我要拿花... 我看一下... 我要拿什麼... 什麼花比較好看啊... 其實我還沒有蒐集到所有的花耶... 好啦... 唯一一個紫釘箱送給你好了... 還有... 向日葵... 好... 好啦... 今天我就是要來這裡啦... 嗯... 今天我想要用這個... 嘿... 嘿... 花盆... 然後呢... 我剛才稍微試了一下... 嗯... 這種兩格高的花... 沒辦法放到花盆裡... 所以我們只能放這種小花囉... 所以呢... 放個小花... OK... 這樣應該有... 比較溫馨吧... 呵呵... 對啊... 那這裡再放點什麼就更完美囉... 好啦... 那我們這集就到這裡結束囉... 我是巧克白...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